大家好,我是Jacky 我是一位玩具設計師 我所設計的玩具範圍 包括一些衣服、Toyz、Action Figure 還有機械人的玩具都有試過 變形感光對你來說有什麼回憶呢? 最深刻的回憶應該是 在我初中的時候 我得到我的變形感光的玩具 這件玩具不是我親自給錢買的 而是我過了生日爸爸送給我的 這件應該是 我覺得最有苦愛感覺的一份禮物 它是一個Operman Power Master系列 你看到Rex的尺寸相當大 我相信以當時來說 價格都高 所以這份是一份很大的禮物 這件玩具 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玩的 當中有個小機械人 跟著有個中型的機械人 然後再加上一個大合體 成為一個巨型的機械人 另外也可以變成一個基地 所以這件玩具 當時玩起來覺得是無限驚喜 這件玩具 也奠定了我成為 變形金剛 即是一個 大合粉絲的一個開子 也讓我很喜歡 很喜歡Operman這個角色 最喜歡的變形感光的角色是什麼 應該可以分開兩方面 第一個 就是外觀方面 我最喜歡超神仁萊 因為它很豐富 很重型 還有這個 其實仁萊是說這個角色 我從小很喜歡小機械人 所以這個我差不多是瘋狂的喜歡 我有一段時間很多時候去親邊 因為那時小時候 去親邊我都會帶著它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在外觀上面 另外在角色的性格上面 我發覺我近來很喜歡大黃蜂 因為如果你看過電影 你都會知道 其實大黃蜂的實力是比較弱小一點 但是它雖然是弱小 但是它是很忠誠 它的性格很忠誠 而且它是很勇敢 而且如果看回大黃蜂的電影 你都會看到一幕 就是它跟Beast Wing這樣對打 其實它是 其實明知道它的力量是不夠Beast Wing 但是它是很勇猛地去抗衡 那這個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那種勇敢勇猛 是我很喜歡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 對於我沒有理解錯 它應該是第一 我派來講第一個 它是到達地球的 那對於地球這個星球來講 那大黃蜂自己 其實就是 相等於是一個託方者 和一個先鋒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先鋒 那是很需要 探索一個新的地方 是很需要無比勇氣 那所以我很喜歡大黃蜂的性格 畢然金剛對你的創作路向有什麼影響呢 我剛才都說過 我是很喜歡奧帕文這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給了我一個很重要的感覺 就是它很純粹 那還有它給了人一個很穩重的感覺 那所以這個是給了我很深刻印象的 那到我後來呢 我有機會去跟一位藝術家 Ashley Wood去合作 這樣去跟它跟進 打坐這一款的變形金剛 那當時呢 是來自一個 因為那位是一個藝術家 那本來它的原設計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草圖來的 那當中 到我要去接觸跟進的時候 我就需要將它所有的細緻部分 所有的花吻浮標的東西 都要很細緻地去表現出來 還有當時也都將 因為都是有一個合作成份 所以我也都將我自己的一些 印象一些的看法 譬如是一些很純粹的感覺 和一個很粗脹穩重的感覺 去加入了在這一件產品那裡 另一方面呢 就是當時 去做整個機械人的時候 我都去想到一件事就是 由於這個是一個比較原創的設計項目 所以呢 當中所有的細緻部分 其實都要加進去 當時呢 我都不斷提醒自己 如果我在這個繪圖裡面 沒有加插進去 沒有畫進去的東西 那產品最後就不會出現 所以這個都成為一個 我一直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一直給自己的提醒 就是每一個細緻部 任何一個機件 每一個面 我都需要將它的細緻部 具細無遺地去表達出來 那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在一個 玩具的設計 創作方面 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還有當時呢 就是有一位很好的夥伴 跟我一起去跟進這個產品 無論是當時造版 開發 生產 出貨 整個過程裡面 都是有這位很好的夥伴 一直都是 正所謂好像跟我出生入死 那樣去跟進 去打造這個產品 那我好多謝他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這個都給了我很多 好好的回應 如果要成為哪裏 金剛的角色 你會想變成這一位呢 一定是人類 對啦 都是他 因為呢 看回當年的動畫 人類呢 其實就是 本身是人類來的 但是他很巧合地 他得到一個 外星生命體的 一個配搭 他就變成了 當時博派的統帥 這個呢 在我小朋友的時候 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為 原來人類都是有機會 或者有可能 去兼負起一個 保護地球 維持和平 這樣的一個重任 這個呢 我很喜歡 介紹一下你最喜歡的 哪裏 金剛收藏 應該呢 就是我眼前的這一款 這一款呢 這一款呢 就是近年 所推出的一個 POTP的一個 奧帕文的黑色特別版 來的 那 我很喜歡他 因為這個呢 我覺得他那個 性價比很高 如果是一個玩家 他的性價比超高 他的價錢 不算是很高 但是他那個可援性 是很大 那他本身 他的拖頭呢 他可以拆出來 變成一個機械人 另外呢 亦都可以這樣去做一個 大合體 那 還有我喜歡他那個 尺寸也夠大 那 那 我聽過有人說 這一款產品呢 是 NPE NPE 奧帕文的一個 平價版 那這個是深了認同的 因為他的那個 精緻程度呢 是很高 那 好玩性也都很高 那價錢呢 也都不算是很貴 那 對於我自己來說呢 我 我很喜歡這一類 價格 比例的一種玩具 就是我可以很放心 這樣去玩它 它又不至於 貴到是 好像精品級的價錢 令到我們 有時候可能 動手動腳 都怕會弄傷它 那樣 那這個可以很放心去玩 變形 合體 可能 甚至乎去做一些 改裝 各樣 那所以這一件呢 近年來我是 最喜歡的 最期待的 NPE化 角色玩具 是哪一款呢 一定是人愛 是 因為呢 其實 NPE系列 差不多是 最精美的一個系列 它是最可以表現到 它那個原創的設計 所以呢 以它的粉絲來說 我很希望可以快點見到它 還有 剛才都說過 因為很多的 很多內容在裡面 有小機械人 有一個中型的 然後可以再來一個大合體 又變基地 那這個我相信 官方的團隊一定在這方面 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很期待會見到 人愛的產品 對於便宜金剛三十五周年 你有什麼感想或者期望呢 作為一個設計師來說 我有一個夢想 一直都很想實現 就是很希望可以再一次去 親身這樣 切頭切尾地去設計多一次 Operman這個角色 因為作為一個忠實粉絲 這麼多年去玩過這麼多款玩具 其實當中都有一些的想法 那我希望作為一個創作單位 我都很希望可以有一次機會去做一次 變形金剛 二選一 是 惡派還是狂派 惡派 Operman還是麥加登 Operman 電影版還是動畫版 動畫版 可變性還是可動性 可動性 建造派還是恐龍派 建造派 變車還是變飛機 變飛機 槍盲還是騎士盲 槍物 超神人來還是超級火焰魔法物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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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來 大黃蜂還是小聲叫 星星叫 G1還是圍城系列 G1 Rs還是Megaforce Mega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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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force